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北京北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中期业绩发布会 请允许我代表公司 向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首先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公司管理层 他们是北京北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 北京北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郭川先生 接下来有请贺总为大家报告公司的最新状况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北京北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在座诸位老朋友和新朋友 能在百忙之中亲临本公司中期业绩发布会 表示热烈的欢迎 本次发布会共分六个环节 分别是财务摘要 经营亮点 市场回顾 业务回顾 前景展望 以及最后的答问环节 下面我首先为各位介绍公司2013年中期的业绩情况 2013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亿6676万元 同比上升7.17% 受房地产开发结算周期项目 结算周期影响 项目较去年变化 除税前利润及权益持有人应战利润 分别为人民币8亿3198万元 和5亿5千7 5亿5千573万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21.04%和12.41% 其中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经营业绩 为人民币4亿1981万元 上升15.42% 每股一例为人民币0.17元 报告期内 发展物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亿3421万元 同比上升12.51% 投资物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亿0.161万元 同比上升4.28% 商业物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亿7482万元 同比下降13.82% 其他收入为人民币5613万元 发展物业受房地产项目开发结算 较去年重期变化的影响 实现除税前利润人民币3亿5572万元 同比上升29.08% 投资物业深度挖掘经营潜力 效益水平稳步上升 在不考虑利息费用分摊的情况下 实现除税前利润人民币3亿3214万元 上升13.32% 商业物业受市场竞争加剧 和新开项目仍处于经营培育期的影响 除税前利润为人民币576.7万元 2013年上半年 公司在发展物业稳健运行的同时 投资物业着力强化 以会展为龙头的综合优势 经营呈现诸多亮点 发展物业方面 经内北辰乡路项目 销售取得较大进展 上半年实现签约206套 合同销售金额人民币6亿2743万元 长沙北辰三角洲项目 利用综合竞争优势和服务配套优势 不仅持续热销 更成功实现了大客户协议销售 投资物业通过深入开展会展连销 加强专业化建设 硬件改造提升品质和细分市场调整定位 老项目经营稳步增长 新增项目北辰时代大厦 北辰市集中心写字楼经营继续提升 下面请公司秘书郭川先生 为大家介绍市场回顾 业务回顾和前景展望等内容 谢谢 大家下午好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公司上半年市场回顾 业务回顾和前下半年的前景展望 市场方面 2013年上半年 全国房地产市场受宏观调控影响 虽然有所波动 但在需求强劲的带动下 市场整体仍呈现全面回暖的态势 北京受国五条北京细则实施的影响 虽然二季度量价增速有所回落 但整体仍呈现出供销两望的态势 长沙房地产市场受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 大量入市的影响 住宅成交量快速上升 此外 随着品牌开发上的快速抢劲和持续深耕 加之土地公开交易活跃 以及开发投资持续增长 长沙房地产市场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投资物业方面 在国家大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和发展服务经济的有力背景下 市场经营环境持续向好 其中写字楼高星级酒店和公寓市场 受需求稳步增长和新增供应量有限的影响 经营水平不断提升 会展市场在北京 尽力打造全球国际会议五强举办第之一的带动下 行业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拉动作用快速提升 商业物业方面 受市场区域饱和 以及新兴网络购物对传统商业冲击的影响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下面是公司2013年上半年的业务回顾 发展物业方面 发展物业通过深入研判 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 通过强化项目卖点 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措略 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 其中北城乡路项目紧抓市场回暖的契机 销售取得较大进展 上半年共计签约206套 实现合同金额人民币6亿2743万元 碧海方舟低密度别墅项目施工进入尾声 马坡和长河玉树二期项目加速推进 在经内项目顺利运作的同时 公司加快推进长沙北城三角洲项目的 工程建设和营销推广 在工程建设方面 推进A1第一区沿江超大城市综合体 和第二一三区住宅建设施工 项目内长沙市重点雅里中学和清水塘小学 顺利完成竣工验收 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 销售方面 公司利用项目的综合优势和服务配套优势 不仅持续热销 更成功实现大客户的协议销售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开服工面积 192.8万平方米 销售面积13.9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人民币 20亿5101万元 投资物业方面 着力强化以会展为龙头的 投资物业群综合经营优势 深度挖掘经营潜力 板块业绩不增长 随着公司对北陈会展功能区的权力打造 和经交会议的再次落户 国家会议中心日益成为北京 乃至全国重要活动的首选 北陈会展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写字楼液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通过优化客源结构 租金水平持续提升 成为投资物业板块利润的重要来源 商业物业积极应对市场竞争 通过提升招商能力和加大品牌品类组合 置换力度 不断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资产经营保持稳定 下面是公司下半年所处经营环境 和发展前景的展望 发展物业方面 从政策环境看 宏观调控主线仍将是坚决抑制投资 投机性需求 从市场环境看 自助改善性需求仍然旺盛 因此预计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还将继续回升 价格和成交量保持平稳上涨 投资物业方面 十二五期间 北京将加速对国际活动聚集之都 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的倾力打造 为北京会展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 创造重要的战略机遇 商业物业方面 随着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和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等刺激政策的不断深入 商业物业未来仍将保持快速的增长 2013年下半年 本公司发展物业将根据政策导向 及市场走势的变化 创新营销推广策略 着力提升产品品质 周转速度和项目的开发能力 此外公司还将积极寻找市场机会 择机增加土地储备和拓展新型房地产业务 不断增强房地产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长沙北辰三角洲作为长沙市的新的经济副中心和文化中心 公司将以A1第一区滨江超大型综合体面市和重点名校开学为契机 借助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两大主题 进一步提升项目的性价比和吸附力 保证项目持续热销 此外公司还将充分挖掘轨道地产商业价值 实现新开工的B111 B212组团 与地铁站点的无缝衔接 着力打造长沙首个地铁上盖主题商业街区 2013年下半年公司预计实现新开工面积60.2万平方米 开复工面积253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58.4万平方米 力争实现销售面积24.3万平方米 签订合同金额人民币35.6亿元 投资物业应对市场变化 积极调整经营策略 加强市场开发拓展 绿征收益水平稳步提升 此外公司还将利用北陈会展业 北陈会展业以形成的品牌影响力和服务软实力 加速推进品牌扩张战略的实施 使重资产投资型业务与轻资产服务型业务并行发展 为公司创新发展设立新的格局 商业物业将针对市场变化 进一步加大招商和市场营销力度 充分发挥多项目联合推广的优势 努力提高运营能力和资产经营效益 我先介绍到这儿 谢谢 感谢管理村的介绍 接下来是问答时间 那么欢迎各位提问 也请各位在提问前告诉我们您所属的机构及姓名 下面有请第一条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各位投资者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北城实业更多的那个问题 想要跟咱们投资者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 好 这位男士 第二排 你好 我是新奖银行的Andy 我想问一下你们下半年预算这个预售大概会到这个35到36亿吗 那是基于多少的可收资源呢 那还有就上半年就 那去话率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还有就想问一下长沙的那个项目 因为那销售好像不错嘛 就想问一下你们 下半年还有多少可以推 在这个项目可以推 还有你们预算今年的销售目标是多少 谢谢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 就关于你们的那个 Funding Cost 这个贷款的成本的 现在是多少 平均 谢谢 好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销售方面的 今年我们这个总的可收面积啊 是104万平米 其中上半年呢 可以可收的是37万平米 下半年可收面积是67万平米 所以下半年可收面积比上半年要大一块 所以上半年呢 签约是14万平米 合同金额呢 是21个亿 下半年呢 是我们计划 合同销售面积是24万平米 合同金额是36万 36亿 入账的面积上半年是13万平米 入账了16个亿 下半年是10万平米 入账大概21个亿 所以我们这个从销售情况看呢 这个下半年销售的目标呢 还要比上半年提高一块 但是对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 因为下半年主要是长沙项目的这个楼盘 长沙项目这个在上半年呢 我们这个销售面积是卖了10万平米 大约1万多亿平米 所以销售金额是十多个亿 入账了呢 是8.6万平米 入账大概8.9亿的金额 当中还有一块是以受未入账的面积 有25万平米 还包括这个以受未入账的金额大概25亿 所以整个长沙的盘量呢 还是这个相对比较大 所以整个我们对销售呢 还是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整个上半年的市场情况比较好 下半年应该我们长沙的项目 跟北京的项目 特别是长沙的项目 会销售还是比较好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 以受未入账的面积 以受未入账的金额 对应这30万平米的金额是43个亿 这个当中呢 主要是长沙项目 但是还有这个碧海方舟那个别墅 高端别墅的面积 还有北城乡路的一部分面积 其他有北城福地啊 还有这个这个 其他税的 有那么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财款成本 财款成本 现在我们呢是整个公司这个贷款的成本 是大约在正常利率浮动10% 上浮10%这样一个平均水平 原来还有一笔信托 其中有8个亿的信托 大约是12.5的一个利率 之前还有一笔公司债 那个成本比较低 所以综合成本大约是这个在银行正常贷款利率 同期贷款利率的10% 上浮10%这样一个水平 在最近呢 我们也在跟这个保险公司谈一些融资 那么可能这个钱呢 我们能够逐渐的用于这个发展资金 这个钱的成本呢 大约在8.2左右 现在正在 已经有一笔很快就落地 大约是17亿 贷款的这个成本大约是8.2 还有一笔可能我们会有10个多亿 那么那一笔可能是在8.25 8.3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整个这个融资的成本 是在银行利率稍高 10%这样一个水平 谢谢 有请下一条问题 最后排那位男士 谢谢 管理层你们好 想问一下就是之前的那个银行那个钱房 对你们这个在借贷那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然后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去年那个毛利跟 之前是略有下降 然后今年呢你们怎么看这个毛利率的这个情况呢 对不起你刚才说银行的什么 就是之前那个是中国那个 那边的那个利率比较高一点 对你们做地产那个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影响 是这样 整个现在这个整个的资金市场呢 应该说是在房地产这个这个行业 国家采取的还是一个控制 总的来讲是一个控制的政策 在资本市场这方面呢是基本上完全是是关闭的 当然最近刚有这个再融资的可能性放开 所以所以如果是放开的话 我估计房地产企业都会抓住这个新的机会 具备条件的时候再进行一些融资 所以整个的市场的这个资金情况呢 其实从上半年情况看 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因为销售比较好 上半年销售是可以说是这个供销两望 并且有些城市呢售价涨的还比较快 整个房地产企业的推盘量跟销量呢都比较大 所以这一块的回款呢比较好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资金来源 再一个呢就从这个市场的资金量上 大公司在银行融资这个方面 比如说开发贷 这个真正建设的资金 基本上还是完全能够拿到的 但利率呢一般是比市场要上幅个10到30 大部分企业 信用好一点呢可能是10到15 这样一个成本 然后另外呢在银行外的一些融资 就是信托啊保险啊 这些领域还是大量的存在这样的融资渠道 所以这个当然信托的这个融资成本稍高 大约是在大的上市公司 基本是在12到13 或者是有的再高一点 14到15这样一个水平 有些小公司呢可能就就融资成本会高一些 从下半年情况看呢可能资金面总体略有收紧的趋势 但是整个呢销售的情况呢 从上半年情况看政策的影响 国股条的搬行 对市场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市场方面供求矛盾的影响 供求矛盾的作用 导致这个房地产市场出现比较热销的一个局面 所以整个呢 这个从房地产开发商来讲 就是钱是永远缺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呢 还是回笼资金这一块 还是不错 再一个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资本市场 特别资本市场现在基本上是关上了 主要是这个金融市场这一块 在银行融资大企业能够基本保证 在这个非银行融资这一块呢 还是有不少的渠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半年的情况看呢 可能会是一个中性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资本的这个流动性这个方面 对于房地产企业可能是中性的一个状态 只要市场不出现这个太大的一些变化 可能中央的调控政策 也不大会有太太狠的一些一些一些招出来 因为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有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这个需要一些一些行业 恐怕回避不开房地产行业的一些这个 这个拉动作 所以最近这个再融资的松动 可能也跟这个我们估计啊 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整个我觉得下半年还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判断 有请下一条问题 大家如果没太多问题 我建议啊 这个稍微把我们那个情况给大家很快的过一下 然后可能就有些了解 如果是还有问题可以再提一下 吴浩你把咱们这个 放一下 这些可以快点 大部分可能分析员都知道 这是我们这些盘 那这个我说一句 就是就是这个是北京那个一个一个算是稀缺的最最后的豪宅项 就是碧海方舟的二期有22栋别墅 这个卖价呢 我们是到了接近10万一平米 还是建委控制审批的一个价格 已经都定光了 大部分也都交付清钱了 少部分还在销售上这个最后的尾款收缴当中 北城乡路这个项目上半年卖的也很好 卖了200多套 去年不太好 就是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出现这个转好的迹象 四季度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卖的就比较好 价格也有所上升 北城福地主要卖了一个商业 这个上半年卖了一部分商业面积 所以刚才对刚才还有个问题说到毛利率 等一会我会说 你接着说 接着放 这是我们在马坡那个新项目 就是在顺移 但是交通也很便捷 这个项目现在正在建筑 长沙这个给大家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项目 占我们公司资产的比较大的部分 可能分析员也比较关心 现在已经开复工大约是一半 整个的盘量是549万平米 包括地下面积 地上面积是392万平米 其中包括这个80多万的工件 300多万的住宅 17这个是09年开的 这第三区 15区是这个10年开的 然后这个A1第一 在这个10年12月开的 然后这个11年的12月呢 开的是这个第二 然后12年的10月呢 把这个13是吧 开了 然后今年的10月呢 准备开这个 这是地铁 这是一道地铁 这是一条地铁 这儿有地铁站 准备把这儿开了 所以没开的就剩下的是这个 这一点 其他呢 基本上都已经开工了 这个 这两个组团是下半年开 这是从这个 从北望南看 这就是他两管一厅 长沙那两管一厅 就是这个 他叫长沙的文化中心 音乐厅 图书馆 还有这个博物馆 然后 这没开的就是这一片 开了的是这一堆 那么大约是一半吧 这是石井的 从江这边看的这个立面 现在这个楼呢 是260米 已经封顶 正在做外墙 这个我们拿地的平均价格 是楼面地价2421块 卖价现在达到平均价 就是非一线将近的 大概是9000块 所以这个 这个毛利率还可以 到后期呢 卖价会更高一些 现在岩浆这一块 卖到一万三四 这有两个中小学 都是这个当地的名校 我们把它引进到了这个楼盘当中 所以对于这个楼盘的品质 也会有所提高 总的这个人口估计 大概要完成以后 大概在十万人 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城市组团了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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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往下走 这个上半年 就上半年这个市场的力量 大于这个政策的力量 所以体现为这个房地产市场是 小共小两望 这个呢 就是各个城市结构不一样 一线体现的是供不应求 二三四线城市 总体上 现在有供过于求的这个态势 特别是三四线城市 上半年量价都持续增加 全国呢 是这个 量增长了30.30% 这价增长了12% 北京呢 是量增长了25% 价增长了10% 长沙是量增加了27% 价增了3.2% 上半年这个北京成交的土地呢 也是很热 所以体现出来是地价的增速 快于房价的增长 长沙这个态势呢 是政府最喜欢的 就是量 销量比北京还大 但是价格增长呢 并不快 是平稳的一个增长 这体现了不同城市 这个发展阶段不一样 像在北京呢 已经到了非常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但长沙呢 还是在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阶段 大体上这些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各位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右边这位女士 你好 我是来自一区中国的丁杰 那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自从07年 咱们北城拿到了 用92亿拿到了 长江 那个长沙三鸟州的那块地 现在呢 就是长沙三鸟州 已经成为咱们北城的一个主力的销售项目 那么与之对比非常明显的 就是咱们北京市场 其实据我了解 就是北京现在表现的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就是现在北京主推的是北城 北城乡路 对吗 您说上半年卖了206套 但是自从08年底开盘以来 可能计划率都不是很高 我怀疑没有50% 因为总共可能有700多套 那针对北京表现不佳的这样一个状况 您 咱们北城下半年 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措施 去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咱们北城有没有 咱们一直说要走出境外 拓展全国这样一个市场策略 那咱们北城的这样一个版图 有没有说走出北京和长沙 拓展到更多的地方 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 第三个就是 北城之前也接到了 押运会 奥运会 一些政府倾斜的一些大的 一些项目 那下半年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种 政策倾斜给我们北城 然后有让我们大展全校的 这样一个机会的一些项目呢 谢谢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您打到那个分布图 长沙项目确实是一个大盘 那么北京呢 现在剩余的项目不多 北京的情况是 都有些特点 香路这个项目是 去年三季度以前 销售都不太好 中间有那么一小段还可以 但是大部分时候销售不太好 跟市场大势有关 同时跟这个项目的 具体的位置有关 就是它在西北偏远一点 然后当时呢 这个交通条件 也不是那么好 现在的那个六环 可能要通过一条路径 加上市场 这个回暖 所以这个从去年三季度开始 就逐渐升温 到今年呢 这个上半年开始卖的就比较好了 那么主要还是跟大事有关 这个项目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单动的 单套的面积都在这个三百四百 偏大一点 就是属于这个改善型当中呢 还得有点实力的 由于交通又不是那么便捷 所以这个最开始呢 这个大家好多有观望的这个情绪 到现在呢 这个在涨价当中还卖的比较快 所以这个盘已经扭转了 这个被动的局面 然后这个 这个福地是个保障房了 不去说它 因为那个保障房那部分都是订购的 然后商业部分现在不错 这个地方 这个项目主要挣钱的就在商业这部分 然后这个销售也很旺 现在基本上 今年下半年就售的差不多 或者是至少是 都已经签合约 然后这个 碧海方舟跟这个长河玉树 这俩这个项目呢 都是别墅项目 所以这几年 它这个没法往外推 是受政策的影响 原来一期呢 碧海方舟总共55栋别墅 一期开了30栋 然后这个长河玉树是500栋 精品小别墅 一期开了100栋 这两栋做完了之后呢 就是遇到这个中央政策 下来就是0.6容积率以下的项目 都没开工的 都不能开了 所以这两个项目当时 遭遇了这个政策的限制 所以我们是后来通过各方面工作 努力又调了规划 才把这两个盘重新启动 启动以后 现在正在建设当中 这个碧海方舟这个项目 卖得非常好 基本还没有开盘 就全预定光了 而且价格也很高 如果没有政府限价呢 可能那个价格 会比10万块寒高一平米 长河玉树现在正在建设 还没有开盘 预计我们这个项目 开盘应该也是不错 当然它位置比较远一点 接近六环 在五六环之间 但是从现在情况看呢 我们应该还是比较有信心 这个项目 开盘以后 绿色家园已经卖光了 然后这个 马坡这个项目 现在正在建设 这个项目呢 是在这个区域当中呢 当时拿地属于 市中偏高一点 那个价格 因为在我们临近的一块地 是在我们拍完这块地以后 临近这块地 国土局改了这个政策 这块地招拍 拍挂 挂拍的 这块地采取了招标 所以我们吃了一点亏 这个可能政府当时 怕出现高地价的这个地块 这个项目现在做的是 一部分是这个连排 这个这个低密度的住宅 一部分是高板 可能在推盘时机上 我们会重点 一个在产品方面 另外一个在推盘时机方面 会加以考量 在适当的时候再推出来 现在清秦这个已经完了 就不说了 然后你打到那国家会议中心 那个图 我说一下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说这个 说到这个奥运亚运 跟我们公司的性质 有没有其他的机会 现在可能有一个机会 是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会议中心 这一块 大家知道这是奥运中心区 这边是北 那边是南 这是四环路 这是鸟巢 这是水利方 这就是我们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这个就北边这一块 我们正在跟政府 请示汇报沟通 做一个会展中心的 一个二期的扩建 主要是为了适应 这个京交会 场馆不够 京交会现在在我们这个 这个召开 基本上北京市 所有重大的国际性 综合型国家级的活动 基本现在都在国家会议中心 包括京交会 京交会这个放不下 所以现在是 像第二届京交会 在这搭了个临时场馆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 跟政府请示这个沟通 就是做一个二期 政府已经市长 开了一次市长专题会 这个还要再听一次 从现在情况看 没有太大的意外 我们拿到这个项目 可能性比较大 了解北京市的 各位都会知道 就像现在这个区域 是北京市的黄金地块 可以说 这个地方的地价 跟这个土地资源 都非常的珍贵 所以如果这个项目 能拿到的话 可以说我们在会展 这个行业政策上 又拓展出一个机会 并且希望能够 以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拿到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可能在物业方面 能够在亚澳的基础上 在奥运中心区 跟国家这个会议中心 会展功能区的定位 这个方面 能够增加的一种可能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 你说的是这个 往这个经外 是吧 经外这个政策 这个策略 实际上我们是 就是 原来在上市以后 一直是北京概念 后来这个 跟交易所也沟通以后 可以允许在 在这个 经外 实际上原来我们在上市前 因为有北京的项目 也有外地的项目 后来我们把经外的项目 都 都没有装在上市公司里 所以当时 定位是一个北京概念 后来慢慢 这个松了以后呢 就是可以在经外 所以经外的步伐比较慢 但是我们第一个项目 就比较大 就长沙这个项目 是一个超大 超大盘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项目 应该说是一个 战略性的动作 对于我们拿 其他外地的项目 树立了一个 很好的品牌影响 就是原来你比如说 北城 这个在地产界 因为规模也没那么大 你要拿地 可能还得介绍半天 谁谁谁 我们是什么 现在有这个项目 不用说这个 所有的这些城市 一听这个 一看这个 都说你来吧 赶紧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 现在的优势 然后这个 其他的城市呢 其实我们 这一两年 也盯了很多 但是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限于资金的实力 因为这两年呢 资金 自有资金这一块 一直大概就是 十来个亿 到十几个亿 这样一个 可拿地的资金 去年 其实大家看报表呢 是六月三十号 我们的现金是五十个亿 五十个亿 七月十几号 还了一笔公司债 十七个亿 所以公司剩下的现金 大约三十多亿 三十多亿里面 有十几亿 大约是定向使用的资金 就是开发贷啊 还是有些这个 债券啊等等 总之是 都是按照 现在银行规定 跟金融政策 都是封闭使用 所以能够 拿地的钱 是规定是自有资金 这样我们大概 十几亿这样一个规模 去年的时候 还更少一点 所以这个 在拿地的方面 就不感觉有大的动作 然后那个 今年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我们也做了一些 其他创新融资的 这些工作 今年可能比较有进展 的是一个 从保险公司 拿到这个相对成本 比较低的钱 就是八点二左右的 一个成本 这样呢 我们可能第一笔 大概现在拿到十七亿 第二笔 现在正在谈 可能有一个八加十 这样再增加一些 发展的资金实力 所以我们在拿地 这个方向选择上 原来有一段时间 是比较倾向于 二三线城市 因为一线城市 一条空 就首当其冲 尤其北京 但是从今年的趋势 反映出来 就是因为在那个阶段 所有的开发商 都是这个策略 基本上 所以现在在二三线 特别三四线城市 有点供过于求 说白了 它的人口不够多 购买力不够那么强 所以稍微几个大盘 进去以后 把市场就压得够呛 所以导致 它的供需 这个矛盾呢 就掉过来了 就 它毕竟购买力有限 人口也有限 也没有多少投资需求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在有些城市 还是要慎重 我们选择城市的时候 比较看重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 房价收入比 就这个 这是反映这个城市的 基本刚需购买力的 一个指标 房价收入比 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表明它的刚性需求 比如说 我们当时进长沙的时候 是五点 长沙的房价收入比 是五点八 五点九 也就是一户家庭 不吃不喝 六年 能够买一套平均的住房 那么 当时北京是多少呢 是十四点五 也就是十五年 一户北京的普通家庭 买一套 所谓平均 普通房是多少 九十平米 普通房 能够买下来 所以它这个 实际上就为什么觉得贵呢 它房价收入比太高嘛 所以就是靠的是 这个 一是普通人觉得贵 二是靠投资投机需求来推 但像长沙这样的 这个楼盘呢 像上半年跟去年 这几年都显示 量升价稳 价格是稳定增长 量还挺大 说明它的刚需需求比较大 所以这样的城市呢 风险不大 并且调控的时候 也影响相对小 再一个呢 还看这个城市的 这个综合发展水平 跟发达程度 包括它的特别一个重要指标 人口规模 这也是它的一个 我们拿的很重要的考量 它这个不同的阶段 这个房地产特点 表现的不一样 风险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选择城市的时候 其实是更多的是 这两个指标是重要的 然后呢 这个具体到城市跟项目 还是具体城市 具体项目 具体分析 没有限定说 我非在哪个城市 就怎么怎么样 或者非在哪个区域 怎么怎么样 其实盯着几个 比较不错的城市 盯着一些好的项目 有些相对 不是最好的城市 也盯着一些 比较好的项目 最后还是综合看这个项目的盘 所以说呢 这个 我们期望下半年吧 如果顺利的话 能够拿到一两块地 只要为公司发展 来提供一个增长 谢谢 感谢贺总的详细解答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将邀请最后一条问题 如果各位投资者分析师 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 投资者发布会就到此 正式结束 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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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